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因为我们知道骨质当然就是有深层、有破坏、有通路这三件事情之后 那定理上是怎么去解释呢? 那骨质如果不深层,大概有哪些状况? 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肾,肾如果不足,肾经困虚的时候,他可能就比较不深层 那另外可能你长期如果过度劳动,很劳累的人气血就虚弱,那他当然就没有办法去深层骨质 或者说老化,老化这也是一个退化,一个气血不足的现象,然后骨质会比较不深层 那当然肾骨细胞本身的活性衰退也会,骨质就比较不深层 那另外原料不足,你可能该只摄取不足,这些制造骨质的原料不够,等等,那他就骨质不深层 那另外一类就是,那骨质如果流失太多,是不是也是不行吗? 或者说他破骨细胞的功能不够了,没有办法破坏,这样也是不行的 所以比如说天津化骨性,常常就是骨质流失的很快 那或者是他很少动,不过动量太少的话,我们破骨细胞都没有机会去修复 因为我们其实要动的时候呢,我们这些会制造一些些的骨头的一些磨损 那这些磨损其实是好的,就是说这个磨损制造的时候破骨细胞就过来把它弄一弄 之后再沉骨细胞再把它长,它反而会比较密 那如果你说不给身体有一个稍微磨损的机会,没有给它一个稍微的压力的话 它反而是比较,对骨质是不好的,所以活动太少也是一个问题 那有人就说,不是越动越磨损吗? 但是大家记得我们身体是一个生物,我们定乎是轮胎 如果是轮胎,那你越用越磨损,你就是要换轮胎 可是人的生物就是很奇妙,它其实会过外之后会再制造 所以大家就不用太担心,但有个原则就是说 如果你走的过程很痛,那你就是不要过度再去用 但是只要是不痛的情况下,马鲁梯拉走路散步或是去法山等等 只要它是不痛的,做对骨头,其实是有好处 那还有一种就是那个破骨细胞的活性减退 那这样当然它破坏的能力也会衰退 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刚刚提到的第三点,就是生存破坏之后是通路 那这个通路有问题的时候,那当然就是一个必你先讲 就是可能我刚刚说的气路不通就是气滋住了 那血不通就是叫血淤 一般说血淤,不通就是血淤 那还有一种是潭土,就是说在这个通路上面呢 好像有罗伯阿姆是湿的,好像有潭有湿这种现象 那它不太通常,很像说我们一般马路可能是柏油路很顺 那如果它变成是那个好像泥巴那样,那就是不顺 这是一个潭,一个湿的概念 就是它碰路上面就被阻碍了 所以如果这个现象呢,我们就要想办法把气打铜 然后血淤要化,然后活血化鱼 那潭的话就要去把这些潭,把它造势化潭 或者是看想进方法的方向化石等等很多方法去把它弄掉 所以定以上大概就是这三部分 看它是属于生存的问题 还是流失或是流失过度的问题或是通路的问题 然后看是哪一种,然后我们再去介入居长报治疗的问题 那古时候关于骨质流失,事实上有提到一些很多类似的病例 那我认为最间接的就是骨蚊这个病例 那骨蚊的话,在《皇帝内经》就有提到 这大概是东汉末年就称呼的一种书 那那时候就有提到说圣主,生之骨髓,那生气热则邀吉不举,骨枯而水减,包为骨蚊 其实那时候就形容得非常贴切,骨枯 好,好像骨头里面 它搭皮、手皮这样,然后水就不够 你看两千年前,中国的祖先就有这个智慧 它就有形容到这个地面 那重点还是圣 所以我们最主要还是要从圣主前义 好,谢谢 谢谢